好,各位,我們準備上課囉 好,各位老師,目前快要10點了 那我們可以準備回座位了 如果說您上午還沒簽到呢 請您記得到同學人會簽到一下 如果你是外星師老師,很抱歉 我們今天沒辦法給你時數 因為我們的系統也繞不到你的名字 好,我們今天會在下午的時候 大概會結束前,也會發一個問卷 如果有您是高校老師,而是沒報名的 可以在問卷裡面,直接填上您的身分證字號 好,那我們現在把時間交給我們的文聖老師 好,謝謝洪老師 那洪老師剛剛我把畫面分享一下 洪老師剛剛有提供的資訊 那個課綱修課綱的這個時間的演進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好,那我們就繼續上課囉 好,那麼各位 剛剛寫這個程式的部分 團統的做法就是一個一個慢慢拉 那當你把這首歌拉出來 拉好之後 你的程式就完成 就解決 用Squitch來寫出兩隻老虎的這首歌的這件事情 那各位這個順序 你拉的這個程式的順序 它就叫做演算法 就是你解決這個問題 它的流程,它的步驟 只要你按照這個步驟就能夠把兩隻老虎彈出來 那這個就是兩隻老虎的演算法 所以 各位看到那個演算法這個名詞的時候 演算法 各位不要覺得很難 它就是一個順序步驟 那只是說我們在 在科 在那個高中值以上 它專門寫練程式技術的時候 它會去強調那個程式的結構 那裡面就會多了這些條件判斷 回圈 怎麼重複的一個部分 然後甚至包括那個資料結構怎麼用 然後怎麼搜尋 這些都是屬於比較高層次的技術的部分 那對我們國中小來講 其實你讓學生了解 了解到你解這個題目 或者你解決這個問題 它會有一些固定的步驟 那這些步驟其實就是演算法 那我們在 在老師不管是兼行政或者是上課 我以兼行政來當例子 我想你如果兼過行政的老師 你應該會有很多的演算法 但是你不知道 你的抽屜 你的櫃子一打開裡面有很多的卷宗 對不對 那每一個卷宗裡面會詳細記載 活動 這個活動要怎麼辦 計畫怎麼寫 核銷 怎麼核銷 然後什麼內容 照片成果 他會有這樣一堆的卷宗 所以老師在 新任老師在解決 要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他會來參考你的演算法 那這個就是你的個人心得 那所以你把解決每一個事情的東西 把它順序排列出來 只要照著這樣做就能夠解題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演算法 所以你不要把它想的很難 那包括我們比如說數學上面 因為這個會遮住 我把它打開 數學上面呢 你在做解題 尤其是數學很強調步驟 你因式分解 第一步做什麼 第二步做什麼 第三步做什麼 他都有方法 你只要把那個方法整理出來 條列清楚 學生以後做因式分解 就照這個步驟做 那學生就減少錯誤 而且都做得出來 那所以如果你是有這樣一個 演算法思考能力的人 你就可以把這些步驟把它弄得很清楚 好 那像這樣的能力的人呢 各位覺得可以做什麼 我把它叫做SOP的執行之力 也就是說你有這種條件 你看到任何事情 你把它解決了之後 你可以找 你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演算法 你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你可以排出那個順序 可以解出那個題目 這樣的能力呢 他未來在社會上 或者在生活上 他是一個很有執行能力的人 所以我把它叫做SOP的執行之力 通常老師會找很多小幫手 這些小幫手的能力 最好就是有這種能力的人 他知道什麼問題要怎麼解決 他的步驟很清楚 好 好 那有的老師在教寫程式的時候 他也會去畫流程圖 那我個人是覺得畫流程圖不是說不行 我是覺得國小還沒必要 好 好 在我的範例裡面 好 像這個東西叫做流程圖 這是功能說明圖 好 然後 另外一個 好 這種東西叫做流程圖 好 那 國小是不是要教到流程圖 我覺得見仁見智 看你的學生能不能接受 好 我個人是不喜歡國小就教這個東西 好 那我是覺得國中在教是OK的 那等一下如果有時間 我會跟各位講 這個在做IO 那個網頁上面就可以直接畫圖 非常的簡單 好 我們待會再來說 好 所以呢 如果你把小孩子訓練出這種能力 那 他未來就是 他是一個很有執行力的人 好 那如果去工廠 他可能就蠻適合做那個 生產線的領班 因為他知道製造一個什麼東西 要先做什麼 後做什麼 他把流程順序 全部都排出來 好 那 這是他的能力 這個我們把它叫做演算法 SOP的執行之力 好 那麼所以 你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是這樣去處理的 然後 再來 我們如果想要進一步 各位如果想要把它再做更進一步的延伸 那 其實我的教法是這樣 我的教法 兩隻老虎 我會把它分斷 好 因為 你知道人的腦容量有限嘛 那個工作記憶很很小 金魚腦 你可能一次記的東西不能太多 也不能記太久 所以我們通常會習慣去切割 那個工程太大的部分 我就會去做切割 所以兩隻老虎 Dore Mi Do Dore Mi Do Mi Fa So Mi Fa So Sola Sofa Mi Re Sola Sofa Mi Re Do So Do 這太長 你要一次一次這樣 一個一個慢慢拉 其實很辛苦 所以我都會切斷 Dore Mi Do 一段 Dore Mi Do Mi Do 我這樣放 Mi Fa So Mi Fa So 所以我其實在做的時候 我會這樣 Dore Mi Do 我做一段 下一個Dore Mi Do 做一段 Mi Fa So Mi Fa So 這樣子去分批做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會發現 如果你這樣分開來做 分段做 不要馬上把它合在一起 千萬不要馬上合在一起 那這樣分段做有很多的好處 第一個 它佔你的腦容量 工作區的容量很小 我一次只要記四個音階 Dore Mi Do 一個區塊 一個模組 一個小模組 所以我做起來 方便又愉快 我不會就Akza 然後很簡單 一下就把它做完 Mi Fa So Mi Fa So 然後你全部 每一個段落都做完之後 你可以把它拼起來 這個拼這個 這個Mi Fa So Mi Fa So 拼起來 拼起來 最後你把這些區段整個拼起來之後 你的整首歌就做完了 對不對 但是在做的過程中 你去試試看那個感覺 絕對不一樣 我這樣分段的一個做法 是你要把它養成習慣的 你做任何一件事就把它分段 好 那分段你就會覺得很簡單 很好做 好 所以我就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你做的方法最好 一開始我們也是會讓學生經歷那個很辛苦的階段 然後經歷完之後 然後我們在示範 我們或者學生就會發現有人用這樣的做法 你就示範給他看 然後再去跟他解釋說 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那這樣一個分段的做法 其實就是我們運算思維裡面的叫做系統拆解 系統拆解 那這個系統拆解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我覺得這個系統拆解是 運算思維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方法 如果你要往上爬 你要成為一個領袖級的人物 你必須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那解決問題的能力呢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會拆系統 我們在不管你在什麼場合 假設你是一個接行政的老師 你難免會接到一些業務接到一些活動 我最常舉的例子就是 如果今天要叫你辦一個全國性的競賽 那你可能從來沒辦過競賽 那校長一把任務派給你 欸文聖老師就麻煩你辦今年的貓咪杯 哇你一聽到 我是一個從來沒辦過競賽的老師 我一聽到校長交辦這個任務給我 如果是你 你想想看你的心裡會出現什麼感覺 啊完蛋了我死了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開始憂鬱 憂鬱然後開始阿嬤肝筋 就很緊 壓力很大 因為我完全很煩躁 不知道從何開始 從來沒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那個肩頸開始痠痛 全身開始僵硬 然後脾氣開始變得不好 甚至有的人就會開始憂鬱症發作 校長是不是要找我麻煩 故意把這樣困難的任務交給我 要故意要找我麻煩 要弄死我是嗎 你就會開始有這樣的一個情緒在裡面 好就會完全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 所以當我們在寫遊戲 上課寫遊戲或動畫 如果你直接跟學生說 欸各位同學 請你就做一個那個 Street Fighter 就直接把那個Street Fighter的那個 大型階級的遊戲 直接給他看那個遊玩的畫面 然後第一堂課 你就他都沒有任何經驗 你就直接說欸 你們就做這個開始 那個學生一定會想死 所以如果你是這樣的人 你沒有學過運算思維 你就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可是啊 各位老師 其實你們心裡面 你們知道這個方法 但是你從來沒有意識到 好 比如說你們 如果代班的老師 開學代班 第一天上課第一件事 他一定做一件事 各位知道是什麼事嗎 就是 選鼓掌 你第一天上課 你一定會做第一件事就是選鼓掌 為什麼要選鼓掌 因為鼓掌 因為鼓掌會幫你分攤你的工作 所以 如果你不選鼓掌 這個老師的班級經營一定是非常的糟糕 你可以想見 因為他什麼事都要自己處理 那自己處理的話 雜事這麼多 他一定處理不來 就算你再厲害 你也沒有辦法處理全部的事 所以呢 如果 一個正常的老師 他的班級經營 他第一天一定會選鼓掌 那選鼓掌呢 管治序的事情 就交給 風紀鼓掌 然後呢 收作業就交給排長 體育課要運動 就交給 體育鼓掌 所以他就會把這個鼓掌全部選好 選好之後 安排躲上之後 再把那個所有的每一個組長 工作的內容把它交代清楚 這樣他的班級經營就可以按部就班 他就可以輕鬆 他只要抓那個頭就好 所以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今天你懂這個東西叫做系統拆解 那我在接到這個活動的時候 就算我沒辦過競賽 我也看過競賽嘛 那最起碼我會知道說 辦比賽一定會有交通組嘛 你要負責接送學生啊 一定會有伙食組嘛 要吃飯 一定要有那個長官來賓的接待 然後一定會有競賽組 賽程啊等等 然後一定會有那個行政組做和銷 這些公文這些 所以你把它大致分好組之後 找幾個人來幫你分攤 把組長按捺上去之後跟他說 請各位麻煩各位 先擬個草案 我們下禮拜一回來再討論 所以你把它分配下去之後 各組長他接到的 比如說我是接到火食組的 那我只要負責吃飯啊 對我來講 負責吃飯是不是簡單多了 我心理壓力不會很大 我也很高興 因為我只負責火食組 我只要照顧好火食組就好了 我不用去負擔一個那麼龐大的整個活動的成敗 所以心理輕鬆 事情也做得好 然後一個禮拜長按規劃完之後 下個禮拜來大家討論 討論完之後就可以對整個案子比較有清楚的輪廓 然後修修改改調整一下 整個案子就大致擬定 然後各組就分頭去執行 那火食執行的好 交通組執行的好 然後賽程組執行的好 行政組執行的好 你整個大活動不就完全辦得好好的嗎 所以這個叫做系統拆解 就是你把一個很大的問題 把它拆成小小的問題 然後各自解決 或各個分開擊破 各個擊破 這樣就會簡單的多 這是運算思維裡面的系統拆解 它是解決問題一個很重要的能力 我把它叫做總裁之力 為什麼叫做總裁之力 因為你會發現 如果一個人有這樣的能力 他來當任何領域的Leader 不管是班長 或是將來什麼組的組長 甚至是公司的經理 CEO 他都有辦法去處理任何的問題 因為他會系統拆解 所以他叫做總裁之力 總裁之力 那所以呢 這個部分就會是系統拆解 所以我們剛剛的這個案例 你如果把它分模組來做 是不是就有這樣的一個味道出來 有這樣的一個方式出來 所以你做完這個程式之後 你就跟學生說 各位同學 我們在事後檢討 通常是做完一個小專案之後 我們會做事後的綜合 綜合引導 然後就會跟學生說 各位同學 剛剛你這樣子做 跟我們這樣分開 分開拆開來做 那個感覺有沒有覺得這樣比較輕鬆 而且哪一個模組出問題 我就直接很快速的 可以找到這個模組去做修改 好 那所以以後遇到 生活上以後如果遇到什麼事情 一下子不知道怎麼處理的 這種問題的話 你就要怎樣 做系統拆解 就要先做系統拆解 所以你就要拆成好幾個部分 然後再一個一個小部分去看 那你總結完這個之後 讓他確實了解這個 這樣的一個做法之後 那你再給他一點小小的生活的例子 比如說 那各位同學 你我們期末有一個圓遊會 好 那圓遊會是不是可以請你們練習規劃一下 好 就讓他用你們生活上的例子去實際做練習 好 所以那他就可以去練這個 怎麼去拆解 圓遊會這件事情 好 好 那所以呢 你的教法 從這裡就可以發現 他會有根本上的不同 好 這是第一個案例 好 好 所以我們在 好 兩隻老虎的部分 我們就會把它變成分解版 好 所以我們就會希望說 老師以後上課在教的時候 好 好 就希望這樣子把它交出來 好 然後 這個部分還有後續 好 我們後續再來說 好 所以你要讓學生看到你這樣的一個操作 你是分開來一區一區的操作 好 這樣子對他做事情會有幫助 那當然最後面你要引導他 跟生活做結合 然後用生活的例子給他練習 讓他把這個方法變成習慣 養成習慣 所以你日後的班級經營 遇到任何生活上的事 你就讓他去用這個方法試試看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藉由教寫程式的過程中 去教到運算思維 然後去再轉化到生活上面 變成一個素養導向的一個方法 然後還可以讓他養成習慣素養化 真的就變成一個能力 真的就變成一個能力 好 那這個是剛剛的這個練習的部分 所以回到 好 那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演算法跟總裁之力 系統拆解 那我把系統拆解 因為他很重要 所以我把他概念再稍微跟各位解釋一下 就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然後區塊化 模組化 以利解決問題 那所以包括你之後 可能到高年級比較深的 你把 你把那個 剛剛的 某些部分 共通的部分 把它集合起來 變成一個副程式 或做成一個廣播 做成一個定義 這個部分都屬於 系統拆解的範圍 好 那製作過程的分項管理 好 那包括時間跟進度的 這個 這個我們待會會說 好 甚至 甚至這個 你的班級經營 你的活動計畫執行 還有這個 我們常常做生命教育 尤其是做班導的 我會習慣用心智圖給學生 做一點人生未來的目標的規劃 我想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然後成為這個人 需要怎樣的能力 好幾個能力 對不對 然後這個幾個能力 可以怎麼樣達到 不管你用曼陀羅 或大谷祥平那個曼陀羅 或是用心智圖 都可以去拆解這樣的東西 那你拆解完之後 你就會發現 啊未來我如果想要做一個大廚師 那我可能就是要學烹飪 然後要有什麼證照 然後要怎樣 然後平常要關注什麼 那你把這些東西都拆解之後 你就可以發現 有些東西是我日常生活中 我就可以去體驗 可以學習的 有些是我這個國高中 我就可以選的 就可以去學習的 那有些可能到大學之後 我可以選怎樣的一個科系 我選怎樣的一個部分的課去實習 那甚至我寒暑假可以去哪裡打工 就可以學到這樣一個內容 好你就可以對你整個目標 做詳細的規劃 這個也是屬於系統拆解的部分 然後有了這樣的規劃之後 你就可以去分佈解決 分佈達成 那這個小朋友他的那個生活 就會變得很有目標 我知道我的目標在哪裡 同時藉由系統拆解 我也知道我該怎麼做 什麼時候可以做什麼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 好 那所以進一步 我們在我們在教學的時候 我就會做 剛剛這邊有個例子 我後來在教那個專題的時候 我們從三年級教的很簡單對不對 那你可能到四年級之後 你會開始做一些小主題的教學 比如說教他直接做一個遊戲 教大魚吃小魚 教飛機射擊遊戲 教打地鼠 或教什麼問答題之類的 然後我們以前的教法 最傳統的教法就是 老師教一步 教一步兩步三步 然後學生跟著做一步兩步三步 對不對 我教你做 我教你做 我怎麼講 你就跟著怎麼做 這是最傳統的教學的方式 我想現在應該百分之八九十的老師 還是這樣教 你蒙著心 問一下你的良心 我是不是這樣教 各位 我以前也是這樣教 但是自從學了運算思維之後 我的上課的方法不一樣 我會先跟同學討論 比如說我們教大魚吃小魚這個遊戲 我會先跟同學形容一下 我們今天來做一個大魚吃小魚的遊戲 那這個畫面可能是長什麼樣子 那我會讓同學去發想 跟他做討論 那你覺得這個大魚吃小魚的遊戲 會有哪些部分 這個過程呢 這個討論的過程跟寫作文的方法一模一樣 心字圖非常好用 我個人覺得 如果各位科技老師 你還沒有用過心字圖 真的很可惜 因為學心字圖 其實就可以完整的運用到 運算思維的那五項能力 所以不一定要寫程式 其實就可以學到運算思維的五項能力 可是你不用去遷就外面的那種商業心字圖 那個太複雜 然後講究的東西太多 那個對你的實戰是沒有幫助的 工具就是 你用到很簡單很容易 用到你熟 用到你養成習慣 你什麼都拿它來用 這個對你來講就是最好的工具 好那所以 如果我們用心字圖來教學生運算思維 一開始我就會讓學生去發想 就跟學生同學討論 那同學就會說 我知道有小魚 那你就把小魚key上去 我知道那個小魚會游來游去 我知道 那個我們要有那個過關的條件 我知道 那個 會要有一隻大魚才可以吃小魚 我知道那個小魚 碰到天敵要扣 大魚碰到天敵要扣分 然後又有人舉手 我知道那個 要有計算那個健康指數的 如果小魚0就要死掉 你就把學生想到的東西 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都記錄在上面 記在第一層 第一層 那記在第一層之後 因為這個都是學生 一時之間亂想 剛開始的想法是沒有組織的 那所以這個叫做擴散思考 那所以小朋友會去亂想一堆東西 然後你也不要做任何的限制 誰想什麼通通寫上去 不要跟他說這個不好 就通通寫上去 那寫上去之後呢 第二個步驟 你覺得這個分支差不多了 可以開始收斂的時候 我們第二個步驟做分類 第二個步驟做分類 比如說 好 那 比如說 這個吃小魚是大魚的部分對不對 你要控制大魚吃小魚 所以這個吃小魚要放在大魚的後面 然後大魚碰到天敵要扣分 然後那個被河豚吃到也要扣分 那大魚也還有移動控制對不對 然後那個小魚小魚的部分他要游來游去 然後死掉以後會再生 然後要偵測有沒有被大魚咬到等等等 這個動作呢叫做分類 他是 他可以慢慢把你的架構整理出來 慢慢把你的架構整理出來 好所以你就這樣子慢慢去分 好那當然這個過程都是要跟學生討論的 那 討論過 討論過之後呢 你可能就會變成一個這樣的東西 好 那你的 你有沒有發現 一旦分出這樣的一個東西之後 你的那個系統的架構就慢慢的形成 那這時候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去檢視每一個系統 是不是完整 好 那針對那一個不是很完整的系統 再去做修訂討論 比如說 欸 那我們 大魚的部分就只有這樣子嗎 可以控制他移動嘴巴要能開合 然後可以吃小魚 可以碰到天底要扣分嗎 還有沒有其他的 如果有的話 先想到 就可以再把它加進來 讓這個子系統就變得完整 就分開去討論 或者你分組 分組合作去討論每一個部分 也可以 那等到你覺得這個系統已經算是很完整的時候 好 很完整 很完整之後 你就可以 請學生開始做 好 就可以請學生開始去 製作這個部分 那如果他是個人製作 你就可以跟他說 欸 你一次只要focus在某一個小部分 好 比如說我先做小魚 那先做游來游去 好 然後做完之後呢 這邊有 好這邊有那個旗標 好 你就將他開兩個畫面 一個是製作畫面 一個是這個 嗯 新制度畫面要開著 好 游來游去的功能 你做完了 你就在上面做個簡單的標示 好 然後 然後 接下來做偵測有沒有被咬 那可能有的不是很有 有的是有順序 有的是沒順序 好 他要做偵測被咬的話 是不是要先做大魚 對不對 所以他要先做一隻大魚出來 好 那所以我要先做一隻大魚 然後做他可以控制 好 做完之後呢 欸有大魚了 那我再回頭過來做偵測 會不會被他吃到 就這樣子 一邊做 一邊把完成的部分標示上去 好 標示上去 那等到你 等到他這整個 比如說這整個東西都做完 好 那是不是這整個小魚就做完了 欸這個小魚的系統就做完了 好 啊 然後他就可以去一個一個去 把其他部分慢慢去完成 那對他來講 我一次只關注一個小魚的系統 好 我是不是就比較容易去解決 好 比較簡單 那你每一個東西都做完了 每一個東西都被你打勾了 你是不是整個大魚吃小魚的遊戲就做完了 沒錯吧 好 那你就會發現 跟以前 傳統的做法 以前呢 你要 先做什麼 後做什麼 你 欸我做什麼 你跟著做 我做什麼你跟著做 學生會 有一些狀況 他會跟你說 欸老師 下一步勒 好 老師下一次要做什麼 老師 我已經做完了 然後就會有很多人跟你吵 欸老師快點 下一步下一步 然後 可是 你沒有辦法刺激他思考 你頂多會跟他說 欸 那我們下一步要先做那個 大魚的 游動喔 你可以先想想看大魚的東西要怎麼做 然後很多動作快的學生 他就先做好了 又會跟你說 老師 我已經做完了 下一步是什麼 可是你又要去顧那個很慢的人 好 所以就會有一些困擾 那當你改成這樣子之後 小朋友很明確的知道 我有哪些是要做的 然後我自己可以先做哪些部分 他就先去做 那做完之後呢 他就知道 好 我要可以再做下一個部分 然後同時呢 如果這個專案有時間的壓力 他也可以自己控制說 欸 我這個三天要完成 那我今天可能可以先做這個跟這個 他就可以規劃自己的時間 規劃自己的進度 我們這個把它叫做工作清單 好 那如果你把這個方法也交給學生 然後跟他說 欸 這個東西叫做工作清單 那學生就可以學到自主學習 自己管理自己的自製能力 好 自己管理的自己的自製能力 以前我在 欸 不瞞各位說 我以前在 進入教育界之前 欸 我做過很多工作 修電腦 修印表機 補習班上課 還有 甚至連那個宴會廳端盤子打工我都去過 那這裡面我去補習班 學到這一件事 就是 我去補習班兼那個導師 然後 班主任會 每天去到那邊 他會給我一張單子 上面會有 十幾條 二十幾條的 今天要做的事 然後上面會有一個小格子 然後班主任跟我說 你每做完一件事 在上面打勾 然後把那一件事化掉 這一件事 給我的啟示就是 當我知道我今天要做多少事情的時候 我會自己去規劃我這裡面 所有要做的事情的進度 然後我也很清楚我的工作有哪些 所以我就擁有了自製能力 我先做做完了打勾 化掉 我知道我剩下多少事情 我要用多少時間去處理 那我可以規劃自己的事情 規劃自己的時間 規劃我的進度 規劃我完成的時間 那這個平常老師不會去教 但是你經由這一個 這種教學的方式 不但學到系統拆解 同時學到自主管理的能力 所以你就改成這樣的一個教法 那教法 改成這樣的教法之後 學生不但可以自主完成 而且他完成你這個架構之後 我們等一下會講 一個基礎架構完成之後 不要就這樣算了 你還有後面想像力創造力的部分 我會習慣跟學生說 如果你這些內容都完成了 你就是80分了 但是呢 下個禮拜之前 如果你能夠再加你的創意進去 再做一些改善 我會針對你這個加的 另外加的創意跟改善的部分 會另外再給你 可能會到100分 或者甚至到120分 隨便你開嘛 那他就會想要去改進去增加 那個就是後面想像力跟創造力的部分 那最起碼能夠跟著你完成這整個架構的 他至少有80分 所以我想我們上課的方式 有這樣一點小小的改進 你會有很大很大的收穫 但是重點是 你這樣跟學生做完之後 學生已經有一個大魚吃小魚的作品 他很高興對不對 那很高興之後 你在這一堂課的結束之後 除了各個同學的作品分享之外 我們其實最後會有一個總結 那等一下我會提出一個六步驟的部分 那那個總結就是要用後設認知 幫你回憶你之前的學習過程 然後回憶這個製作的過程 去把那個後設認知 你要學習的方法把它提煉出來 然後在腦袋裡面再加重你的印象 就是那個方法的印象 然後你才可以有辦法去常常用它 然後養成習慣 變成你的自己內化的技能 那這個我們後面再講 那所以我想問一下 那個各位老師還沒用過新制圖的 請你在訊息列上面可以加一一下嗎 好那就麻煩各位 那個新制圖的軟體Xmine 你可以直接上網去搜尋 好你直接打Xmine 那個新制圖它不管是什麼領域 好它不是只有科技領域用哦 它全領域都可以用 甚至不分領域你的生活上 你的工作上 你的什麼企劃啦 什麼寫作文啊 甚至你要演講 你要做你的業務 你要辦活動 你要學生討論 寫作文 通通通都非常好用 我幾乎什麼都用新制圖 好這個第一個 第一個網站 就是這個Xmine的官方網站 那請你在這個下載的地方 直接去下載Xmine 8 那請用第八版的 第八版是免費的 那不要用 暫時不要用2021 因為2021它不是免費的 它是試用版 那試用版你用完之後 用了可能 我忘記它是多久了 可能一個月之後 它就會跟你說這是試用版的 那而且它跟 它 你用新版的去做的 八版的讀不到 所以 因為這個不是免費版 所以還是建議你用Xmine 那很好用 我什麼領域都用 各位 看一下我的新制圖 的資料夾 我不管是業務還是活動 還是跟人家討論想法 我也很久沒做簡報了 我全部都是用新制圖 那它是一個思考的工具 所以 真的各位老師 這邊還有大概十位老師還沒用過 可以考慮一下 那今天因為不是那個新制圖課 所以我們就暫時不講這一塊 那個程式 郭老師有問 就是 課本裡面都有程式設計的步驟 那我跟各位說一下 課本 其實是給沒有經驗的老師 是follow的 就是你完全沒有相關的經驗 你也不知道我們講的這些東西 你也不曉得科技領域的核心是什麼 那你照著課本教 那如果你是知道 我們講的這些概念的老師 你只要看一下這一堂課要教的 教學的重點跟能力 你只要看這兩點就好 我這一堂課要把學生教會什麼 你只要知道這個就好 教法你自己去演變 不用照那個課本 我從來不看課本的 一般大魚吃小魚 以前 以前我們就是跟著做的這種教法 傳統的教法會用到三節課 傳統的教法會用到三節課 但是你加入這個之後 我們會把課程做一點轉變 就是我上課就會變成不是以技術為主 好 我們現在就是知道我們這一套方法之後 你要想一件事 我現在的資訊課 一個學期二十堂 以前我就是如果扣掉那個 其他資訊課可能一定要教的 比如說影像剪輯 重要的能力 新制圖這些重要能力我都會教 那扣掉這一半的時間 我可能有十堂到十二堂的時間 我會拿來上Squitch跟創課 那所以我通常一個學期會教 以前會教到兩到三個遊戲 小專題 那可是我用新的方法之後 我會只帶一個專題就好 然後讓它跑完這整個流程 因為你會發現技術課程 其實不是最重要的 反而是我們剛剛藉由這個技術課 所教到的那個運算思維 處理事情解決問題的方法 那個才是一輩子受用無窮 而且不是只有在資訊課用 所以換句話說 他以後不是資訊人 他一樣可以用這個方法 來解決所有的問題 那如果這樣的重點是對的 那你的課 你其實重點不是在教會學生 所有的Squitch的技術 所有寫程式的技術 不對 那個就不對了 而是你利用寫程式 來把我們剛剛這個方法 教給學生 這才是更重要的地方 所以如果這樣的想法是對的 那我就會請各位老師 各位真的不要有這個迷思 就像國語課老師的迷思一樣 我20課我一定要上完 我趕不了進度 教不完我就會怎樣 各位你科技課有沒有 科技課很少老師在趕進度的吧 因為科技課根本沒有規定你 Squitch什麼功能全部要教完 所以以往 其實在學校裡面科技課是 主任是沒有在管的 因為第一個他們也看不懂 第二個他去巡堂 他只要看到你有在用電腦 所以甚至有些配課老師 他們在上資訊課很可怕 就是放著學生在打電腦 打電動 我覺得這樣很可惜 那所以你回過頭來想 我們這些比較有sense的科技老師 我們是很精實在我們的資訊科技教育 所以你會自己規劃你的上課的架構跟內容 那有沒有上課 我就這麼說 我說比較白 其實學校根本不知道你怎麼教 但是我憑著我的良心 我覺得這樣是最好的 所以根本沒有人會去檢核你的進度 考試也是你自己考的啊 所以你不會說一定要把每一個技術交到完整 我覺得那不是必要的事情 好 這個部分是跟各位做分享 但是如果你會有競賽的需求 我會把課程分成兩三種不同的 第一個 學校的正式的電腦課裡面 我會用這種方式來教 然後如果你是要練技術的 要去跟人家比賽的那種 我會放在社團或者是競賽專班 這種課我才會一直練技術 那不是這種課我覺得技術對他來講 是浪費時間 各位請回想一下那28個人 你要毀掉一般 那個28個人的那10年的時光嗎 好 如果你這樣子想 心裡面就會比較釋懷一點 那我不如教他一輩子都有用的技能 這個也是原科技領域的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反而是一輩子有用 不管你是在什麼領域都會有用的 好 那這個是跟各位老師做分享的 那所以回到我們的剛剛的這個部分 好 所以這個東西就會跟系統拆解有關係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系統拆解 它是CEO總裁的能力 你想像一下如果你的孩子被你教到 他有辦法做系統拆解 他遇到任何一個問題 他都可以直接把它拆解出 各個需要解決的重點 步驟 然後他只要找幾個同學幫他 或者自己可以各個分別擊破 那這樣的一個人 他幾乎就是等於是未來擁有這種總裁的能力 領導者的能力 好 好 那所以這個反而是更重要的 所以我們在 我給各位的另外一個那個新制度裡面 運算思維的具象化修訂這個部分 這邊會有簡單的跟各位說 嗯 這些五個能力 它 它是什麼樣的一個能力 它的意義在哪裡 然後它有哪些好處 跟平常 嗯 如果你在上課上面 可能可以用到的方法 或者生活上的案例 好 比如 好 那這些就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比如說我們在Squitch 剛剛 剛剛 剛剛那個案例就是用新制度去拆對不對 然後或者小蜜蜂哥 你在做那個 我們就把它分開做 好 這些都是屬於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如果你在玩創課的 你要做一個 系統 它一定會有各個不同的部分 你要做一個自走車 好 甚至我是學校的整體課程的規劃 那我希望 我如果是把它弄成校本課程 這麼大的規模 學校會比較喜歡對不對 好 因為你學校會有一個最終的成果 給上面看得到 那假設我是學校 我希望國三 國九 九年級畢業 大家要能夠做出一台自走車 好 那我就會把它做系統拆解 然後拆成 升課的部分拆成資課的部分 然後升課的部分 七年級會做到哪些部分 八年級會做到哪些部分 九年級會做到哪些部分 那比如說資課部分 一年級 七年級我就先學 基本的程式 然後馬達的控制 然後到八年級 我就要讓車子可以組裝起來 然後九年級我就要開始讓它去走 迷宮競賽去探討那個程式要怎麼寫 可以讓你的那個車子的走迷宮的效能 會獲得最大化之類的 你就可以去做這樣的一個系統拆解 任何 這個部分是很好用的 看你怎麼去用 好 那所以這個叫做系統拆解 那 所以 我們的教法 我們在平常在做這個教學的時候 然後就會做這樣的一個改變 那 我想這個部分就拜託各位 因為還是很少看到老師 在教學上面做了這樣的改變 那這個東西其實很簡單 一點都不難 沒有太高深的學問 那各位在 如果你去上過那個運算思維的相關的課程 他一定只講學術 他並沒有跟你講說 具體在學校怎麼操作 好 那就算有跟你講的話 看起來也都是蠻困難的方法 好 那所以這個部分需要老師轉化 但是轉化上其實是很簡單的 小小的步驟改變就可以有大大的效果 那這個部分就是跟各位做一點簡單的分享 好 那我想我們再休息十分鐘 各位再沉澱一下 上上廁所 好 好 那各位老師 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 我們十一點見喔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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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